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種數列 1 1 2 3 5 這數列有什麼特性 就是那個 第三項是前面兩項之合 這一項是前面兩項之合 這一項是前面兩項之合 這種數列我們稱為 非波納契數列 好那麼他現在是說 問在第1項到第13項之間 其中共有數數共有幾個 就是直數共有幾個 好那我們就把他列出來 這13個數 也不很多 我們就把他列出來 好那下一個數就這兩個數相加 就是說 下一個數的話 就這兩個數相加就5 5加3 這個是等於8 再來的話 下一個數 就多少呢 就是5加8 這是8 加5的話 等於13 5加3是8 這個加起來是多少 是13 這兩個相加多少 21 這兩個相加多少 34 然後這兩個相加是 55 55 這兩個相加是 89 這兩個相加多少 55加89 14 144 好那這樣有跡象了 123 123 5 6 6 7 8 9 4 4 1 6 5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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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三 二三三 五 七 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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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七 八四 三四 九 二三 七 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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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五 八四 八四 這個就是直數 所以這個也是直數 好,那這個一定不是 那這個是不是直數 我們給他呢 開根號 二三三開根號 大概多少呢 如果是15的話 就是25 大概是16 16的話就超過了 所以你就驗證什麼呢 驗證2 16乘以16應該超過了 96 25 256超過了 好,也就是說你要驗證什麼呢 小於16的那些直數 是不是他的因素 如果都不是的話 他就是直數了 2 3 5 7 11 13 這樣就夠了 看是不是他的那個直數 是不是他的因素了 這些有沒有他的因素 2不是嘛 3的話也不是,5也不是嘛 7的話就圖圖看 2 3 3 7 3 7 3 7 21 23 所以也不是啦 所以也不是啦 那11也不是啦 因為這個加起來的話 減他 並不是11的倍數 所以這也不是 那再來驗證13的 那13的話就除除看 2 3 3 13 103 也不會整除啦 9 9 3 27 1 那如果用8呢 3 8 24 104 這也不是 所以這個呢 也不能整除他 所以這是直數了 所以現在的話 直數有幾個 1 2 3 4 5 6 總共有6個 總共有6個 總共有6個直數